本節目每週二 週五 在乾淨世界讀播 歡迎訂閱精英論壇 在乾淨世界的頻道 收入最高的群體 就是把窮人的錢收回來給了富人 縣城經濟的分潰更是引人關注 中國有近1800個縣和縣級市 占據國土面具的90% 中國的縣城 特別是鄉鎮經濟 應該處於一種快速萎縮的狀態 大量的縣城的小微企業都關門了 中共這一團體走到現在 它的靈魂的話 我覺得是無解的 也是沒有弄的 所以在中國收入差別的原因是 本質上是身份 是政治的權利 中共整個這種意識形態 這種體制不解決的話 中國很多問題恐怕都是解決不了